今天真是一个暗黑的一天啊 为什么这么讲 一边公布财经新内阁人士名单 同时一边上演外资大逃杀 台币贬迫了32.5元 八年来最惨 而台股呢 更是今天暴跌547点 创下18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台股失手2万 连第一季营收获利 都相对亮眼的台积电 也扛不住了 带头下跌 跌了18点 自己跌破了800点的关卡 台股要止跌回弹 看的也是台积电脸色 他后天的法说更加的重要 他们觉得怪 台湾拼GDP靠台积电 台湾的股市指数要飙靠台积电 疫苗也要台积电 房价也要台积电 没想到缺电抢救电力 也要台积电 静平来告诉我们 台积电这一下变成了台积电力公司了吗 其实看了股民今天都先走走 台股今天收盘19901点 跌破了2万点 跌了547点 对我们来说 我们今天看那个股市绿油油的一片 真的是大屠杀 那也是最近两天暴跌 已经超过了这个800点 尤其是刚刚你讲到台积电 缺电要靠台积电 经济拼经济要靠台积电 然后这个很多事情都要靠这个台积电 疫苗也要靠台积电来买 台积电当然是focus其中的焦点 那你来看他今天收盘788元 然后跌了这个18元 那跌破的确是跌破800元大关 之前已经飙到800元的时候 大家都很高兴 我也是很高兴 我虽然是盘中零股 但是也是股民 大家都看了今天就心情不是很好 但是你看到不只是这样 外资大逃杀已经进入到 连新台币汇率啊 这个都已经跌破 今天盘中扁破32.5元了 最低点到32.51 他开盘的时候是32.39 已经是创下最近八年的最低记录 我刚刚说外资卖超已经到了267.9亿元 是3月20号以来最大的这个卖超 工股券商本来想说进场主跌 结果没有想到买超的金额到了87亿元 所以到了今年是第二大 那其实今年的这个第一季的散户 已经成交人数已经超过487万 那创下七年来的新高 那大家都想说最近这个买股 包括买ETF的这个风气很盛 所以变成占总成交值 55.2% 这等于是散户的力量 偏偏我们现在要看说台积电的这个状况 的确大家会这个变成一种说期待 后天就是他的法说 而法说之前利多消息有一直出来 包含了营收包含了获利今天也有人放消息出来 应该是不错 不错你今天也扛不住这个卖压 是啊 所以三大法人跟外资都已经加码核子这个奇景 它的一个这个这个净空单 那台股如果你想止跌的话 不要像再次像这两天已经跌破800点的这种状况的话 那台积电的股价 它的表现 很重要还有后天4月18号的这个法说会 GDP要靠台积电 房价靠台积电 疫苗要靠台积电 什么都要台积电 你真的昨天如果在冷气房里面滑手机滑到这条新闻 你真的会从椅子上跌下来 昨天千万人居住的北台湾差一点点黑一片 最后也是靠台积电 神救援啊 的确台积电不只是护国神山 也要帮我们缺电的时候 赶快伸出一把手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花莲0403的这个地震影响之后呢 花莲的和平电厂一号机的这个机损损坏 还没有修好 结果偏偏乌偏逢林业宇 台中火力八电厂 他七号机的这个两部机组 他的这个排管啊 破管 那还有 到了这个4月15号下午5点多的时候 昨天下午 桃园我们大谈的这个新八号的这个机组啊 也跳电 加上我们的这个绿电啊 太阳能的这个光电 他的电力衔接 根本衔接不上 导致那个被转容量啊 被转容量力 你要跌到了剩下2.8% 你连6%都不到 那怎么办呢 我们会想说 那我想办法 有绿能能够这个跟得上啊 结果没办法 我刚讲太阳能就 太阳光电就没办法啊 结果呢 当下台电其实他已经备妥了 台北跟基隆 这些地方的这个限电计划 好加上我们的水利八电 所有水利八电的这个基础 吹下去了全开 然后结果还有一通 打到台积电的电话 这通电话打去台积电之后 拜托台积电 你能不能用你们 备原的这个 备原的电力机组 用你们的这个 自备的自电 自己发电的这个 发电的机组 不要暂时减少 对台这个台电的用电啊 那台电只好台积电 因为台电打电话给他 只要答应啊 帮忙啊台积电跳下来 减少他的用电啊 所有能够在台湾 边边角角能挤出来 发电的机组 通通给我支援前线 最后想来去吃电怪兽 你不是有可以备原 救自己15%用电的那个 紧急牛棚救援投手 给我上 那个是台电万一万一万一 断电的时候才能起动的 下下撤 这个时间叫他支援前线了 不然这样怎么把备原的 这个发电量 拉回到6% 这么急耶 所以真的是靠台积电啊 很急 那而且作为电力除能的 这个重则大任的 明潭的那个水利的 这个抽续电厂 他的456号机啊 偏偏在昨天下午6点多的时候 也出现故障 我们都要靠水利八电 已经要帮忙火力全开了 台积电也帮忙了 你这时候明潭抽续电厂 还水利故障那怎么办 我跟你讲 水源的部分啊 就来到了一个危机 因为最近这两个礼拜 我们节目都自己在提醒大家 提醒政府 这个节约用水 那水可是又不够怎么办 老天又不帮忙 石门水库的这个蓄水率啊 已经到了24.5啊 你看到了这个全台湾 这样一个这个蓄水量 然后呢 为了支持电力供应 一号机发电功率 要达到96%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让人天人交战 今天眼看 千万人居住的北台湾 这么多人 你要让它黑掉吗 昨天那么热 没冷气可以吹 没电风声可以吹吗 想方设法要发电 发电 连回头这个晚上 救援的水力发电 三套机组给你挂点 然后能发电的水给它冲下去 冲下去就不见了 可是现在水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水资源 面临了一个这个窘境 就是全台湾的 不只是这个石门水库 还有包括宝山水库啊 还有石岗大坝中部的啊 以及这个湖山水库 以及白河水库 跟我们的仁义潭水库 不是跌到剩三成 就是跌破三成剩下两成 所以今天缺电我只能解决这个难题 明天缺水明天再说了 让不然头痛一痛脚一脚 不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也变而来吗 好导播我们来看看这一张图表 今天竞评号来告诉我们 所有的效果 我们帮大家做黄色的标签标起来 这个是干什么 这都是火力发电基础 在昨天的情况之下 居然出现了什么 105% 106%的发电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你不这样子发电的话 我们光靠我刚刚讲的水力发电 再出状况的话那怎么办 所以你看到火力发电厂的基础功率 超过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高雄新达发电厂的这个三号机啊 火力达到百分之101 点934啊 还有105点303 104点432 以及106就昨天千军一法 已经吹成这个样子了 三号机四号机分别都超过百分之百 百分之101 甚至达到百分之105 那就是什么 火力发电一直烧一直烧 一直发电 那空气的污染 我们没有办法去顾了 那火力发电我们都知道 我们台湾最近几年 是想说以气代煤嘛 那可是包括这些火力发电厂 你只好拼命吹下去 要不然到时候水力发电就像这样子 它有几号机故障的话 你会补不上那个电力的缺口 所以你说到我们的这个电 真的是我们心中的痛 也难怪台电只好 这个出问题靠水 水有出问题 就开始火力发电 再这样下去了 一定又有可能会出来之一 那我们真的到了7月怎么办 现在才4月 连5 6月都还没到 不是真的热 等到5 6月7 8月 那些时候想你都不敢想 我就说 今天全民在盯着你台电 怎么调度电力 你都跟我们讲电力够 这个叫电力够 这时间台电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最不该做的就是说谎 最不该做的就是用华丽的语言 去掩盖所有 你应该面对人民的真相 尤其我们4月1号才开始涨电价 你现在就说了一大堆谎言 台电就说 索性应应得当 我们并没有像这个媒体所讲掉的 实施限电计划 包括刚刚我说的什么台北基隆 都已经准备限电计划 他就澄清说 昨天的会议我们根本没有讨论限电 可是你看到这个赖群组 有一些单位我们把这个 这个马赛克马赛克把它涂掉 昨晚都有收到准备 确实有向民间求援 而且即使民间没有配合电量的 还是够用 强调说台积电没减少用电 这是启用自备发电机 协助台电系统 他故意用这个方面去解释 但是你看到没有 这都已经想到 有收到准备要准备做什么 你圈起来的是谁的 哪一个单位 这个是公务机关 他们在这个通知说他收到准备 全台这个都是他 基隆跟台北的限电计划 所以你看到台电 竟然还敢睁眼说瞎话 说没有没有台积电也没有减少用电 我们也没有这个限电计划 偏偏你叫人家准备好了 现在又不敢承认 所以近平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件事 我真是 这是天在作弄人吗 你看到郑文山台电的代理董事长 才上了节目 夸夸而谈说 4月3号的花莲强症你看灾区都没有断电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电电网够强韧 几个小时而已 就差一点点被台湾黑一半 所以真想看他如何自圆其说 曾文生在4月14号的时候 其实在上礼拜天播出了一个 这个节目的访谈内容 提到说 这次的这个403花莲强症之后 其实没有大规模的停电 他说这个是展现 一直屡屡的展现台湾的电网韧性 那归功于说这十年5000亿的电网强任计划 当天的这个电力缺口 它只403地震的当天 是由再生能源补上 所以不断的去强化说 台湾的电网现在OK了 台湾现在就是没有缺电的这个问题 结果不就出事了 事实胜于雄变 而这个整个供电危机 人民其实只想知道一件事 台电有没有更好更强任的做法 应对下一次的危机 我们还没有听到这件事 但是你看看多少人出来帮台电说话 要大家给台电拍拍手啊 准格魁 我们那个卓隆泰啊 他当然要开始讲说 台电同仁这段企业非常的这个辛苦 不论是在预警 还是灵活调度的这个电力储备店上面 现在台电在应变能力跟措施上 应该得到大家一点的 牌才鼓励一下 他说所有那个团员都会以稳定供电 为第一要务啊 虽然你从经济部市场 代理这个台电董事长郑文森这样讲 还有到准格魁卓隆泰 都说要给台电一些掌声 但是你来看 现在才4月16号 都已经发生这样一个状况了 我们这个看到合一合二场 他都已经这个机组除役了 今年7月 合三场1号7也要除役了 我在看你台电要怎么去灵活调度 这些所谓的电力 然后还叫我们国人再给你掌声 然后电价还上涨了 你还要开始 有没有限电计划又不敢承认 这不是笑话吗 到底昨天台电差一点点北台湾 整个要黑掉 供电是经过如何的惊涛骇浪 今天在报新闻的现场 我为大家邀请到深知供电细节的 深喉龙X先生 来到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关键的问题 今天我要一个一个帮大家问出去 X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老百姓其实对于距离限电 跳电停电有多近多迫切 我们看的都是台电官网的红绿灯 可是今天居然传出 我们眼睛业障重 我们看到的红绿灯 居然都是被settle过的 那些红绿灯是台电要让你看的 并不是最接近真实 是这样吗 为什么 是因为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到 就是昨天我一个朋友 他问我说 为什么昨天突然有两次降压 第一次比较没那么明显 但是第二次非常的明显 然后我们昨天去比对那个新闻 他第二次这个降压的时间点 是大概是大坛电厂跳机之后 大坛跳机之后的时间 就整个电压降下来了 所以这个很明显看得出 降压的那个抖降的程度 到这个地方5点45分的这个时间点 已经开始不得不考虑 是不是要进入北台湾整个限电的一个情况 那X先生今天最想知道的是 老百姓通常都在看台电官网的 被转容量 被转容量的红绿灯 我们会知道现在供电有多紧张 或者是比较松弛 不用那么紧张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真相跟内幕呢 设计员台电官网的灯号我们观察到的 其实他都被有意的控制在一个绿灯的状态 最多了不起就是双灯 它不会让你到橘灯 这是刻意的一个就是把灯号美化了 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知道说到底是从哪里动手脚 这张图可以从上面看到 它第一个时间就是上面5.40的时候 大潭电场跳机 所以它大潭电场是少了1100MW 但是台电的官网呈现的是少了200MW 所以这个从本来真实是-1100 它呈现出来只有-200MW 那不就变成了报喜不报忧了吗 对 而且这个还没有扣掉太阳光电 这10分钟内太阳光电也掉了200MW 所以这个地方事实上可能会掉到1300MW 对 可能少了1300MW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 那下面这个图呈现什么呢 就是日月坛那个名坛的抽据水粒 它一次跳了三个机组 所以三个机组就少了720MW 少了720MW 那这个图上如何报喜不报忧呢 那除了少了就720MW 同时太阳光电也少了200MW 那在官网上面的供电能力 只少了100MW 所以这个很用力去解决这个数字 你如果让人民知道说 一次下子掉掉了720MW 但是你只有告诉我说 哎没有啦 免斤丢只有-100MW而已 所以其实昨天晚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所以昨天那个降电压是降非常非常久 我那个科技厂的朋友告诉我说 他到了11点 发现他的UVPS上的纪录还在降压 所以这个灯号已经是仅供参考了 秀琳怎么办啦 台电说没有限电计划 调度非常灵活 我们其实是差一点有了停电计划 所以我们每一个老百姓 可能自己要想办法遇到停电的时候 该怎么办 我们又度过了那千军一法的1001夜 而这个1001夜是在4月15号发生 到夏天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慢慢的夏季 到底会遇到多少次惊险的状况 其实大家就会想到又是大潭 那又是这个2017年8月15号的 那一个傍晚5点多 同样的时间 也是15号 也是傍晚5点多 也是太阳下山了 发生了全台大停电的这个事件 这个会不会在今年的夏季重演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心中 非常非常担心的梦魇 搞不好会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用了动用了台积电 动用了水利发电 动用了所有 大家认为应该要减煤 不要再让空气更加污染的火力发电 我们动用了这么多的非常的手段 把台积电用好用满物尽其用 才勉强的度过了 4月15号晚上的危机 那接下来的这个危险 那如果务实的去思考能源政策的话 不管是民进党政府自己 其实赖清德也有准备 万一在逼不得已的时候 可能也得紧急使用上核电这样的想法 到底有没有贯测到现在 刚刚今天宣布的财经内阁身上 今天刚刚宣布的财经内阁里头 很多都是产业界企业界的专家 大家都知道没有电 什么事都做不成 不只是民生 工业发展 经济发展也一样 那这样子的一个财经专业内阁 大家今天认为名单出来算好看 而且算专业 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财经内阁 能不能够让民进党政府脑袋清醒清楚一点点 不要在意识形态挂帅 就能源政策一块铁板不能动 可能真的要重新思考 能源结构 适不适该重新调整 是 嘉宇你怎么看 刚刚我就接了刚刚秀琳最后那句话 能源政策可以有更多的弹性吗 机会在哪里 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讲 我着眼的当然是全世界 全世界现在在意的就是绿电嘛 那对于台湾来讲 尤其是台积电这一次护国神山 同样再次扮演重要的角色 台积电要迈向全世界 它重要的就是绿电的来源非常的重要 那绿电的来源包括就是再生能源 核电现在并不被视为是绿电之一喔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重启核电是不是一个选项 同时考虑的就是核废料 到底应该核去核从 这也是一直以来最难解的问题 嘉宇我哪一个差 你讲到了绿电 那这件事情呢 昨天会这么危险 就是因为绿电下班了啊 光天太阳下车就回去睡了 这样要怎么 其实昨天真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大家知道现在才四月中 我们的气温已经飙到三十度以上 刚刚讲我们的用电高峰 跟去年的午夜下旬相当 也就是天气越来越炎热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地震 我们的和平的这个电厂它停机 然后又有三部机主停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导致我们用电一度非常的紧绷 最高的这个备载能源只有2.8% 所以因为台积电紧急的用自用的这个发电 才导致这个电呢拉回备用电源到6% 台积电并没有减少用电 只是它自己自足地增加了发电 但是对于台湾来讲确实在目前再生能源 跟核电的过渡期里面 我们时时会面临说 不管是我们的电网的韧性 或者是说我们的用电的发电 能不能这个因应现在极端气候的状况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 下雨一句话 把昨天的惊涛骇浪都给描述完了 叫做乌漏偏逢连夜雨 我就问旺泽 这一次是护国神山生元首生救援 下一次呢 我不能每一次都走在钢索上 是啊 台湾真的好险有台积电 不然如果没有台积电的话 昨天可能全台都停电了 因为昨天阵场危机 所以凸显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能源政策 是不是走在钢索上面 昨天也没有什么天灾人祸 顶多就是前几个礼拜发生地震 到现在这个发电基础还没有修好 结果就显亮成所谓的大停电情况 这个对台湾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谨讯 因为像问题回来了 当时地震的时候 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像九二一样 全台大停电 民进党立委怎么说 他们说因为我们有锄能做得好 我们绿能做得好 所以我们hold住了全台的这个电力 不会导致大停电的情况 可是各位 现在变成说 昨天晚上的绿电怎么都不见了 太阳一下灾之后 这些光电 700多万瓦的这些千万万瓦的电 完全消失了 那如果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大家想象 七八九月份那个最炎热的时候 气温可能飙到四十度左右的时候 我们能够hold得住这样的电力吗 我们打冷气一开的时候 中南部不要讲 那更是热 尤其现在我们还需要靠水力发电 靠火力发电来救 那如果我们现在面对到 所谓的缺水危机之后 我们接下来还有可能靠 水力发电来救援吗 所以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的政策 不要单一思考 你要多方面的去思考说 是不是有环环相扣问题 今天缺水是一个问题 确定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什么事都靠台积电来救我们 如果今天真的 台积电如果哪天救援失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全岛都变成一个黑暗岛 今天谈到这个地方 肉问了一个人台积电 没有人问问台积电 即刻救援之后 你是什么心情 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现在是四月底 好 刚刚年底 总共有十座的台积电 各式各样的工厂 陆续要开始新建 全台湾哦 水跟电养得起 这么多台积电厂吗 再来你如果养不起 你要怎么让他跟流台湾啊 没错 没错 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俗艳的台语说 真正都没跟他说要打干 台积电在昨天是可以帮忙救你 可是到今年下半年 他有这么多的这个二奈米产 宝山还有这个到这个高雄 至少都两座再建中 新建中 然后还要准备新建第三座 然后甚至在这个台中啊 其他北中南可以说 至少十座的二奈米厂还有先进封装厂 都要开始这个 新建完成动工了 那到了一奈米四代的这个计划 还要扩建八到十厂 你想想看 十座二奈米先进封装厂 然后又有这个八到十座的 这个一奈米的四代的 这个这么多厂 那台积电大家都说 这种高科技的半导体 还是吃电怪兽 那接下来你不能怪他 他不只在美国 日本他去扩厂 他在这个台湾也是 你说要跟流台湾 他其实他说他产他的高科技先进的 这个研发制程 他并没有离开台湾 好他当台湾的经济的护国神商 可是当护国神商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啊 彭博美国著名的财经的这个媒体 彭博新闻他有一个标题 他提到说 台湾利率政策跟失败的能源转型 碰撞 当台积电 从今年下半年 到明年 他陆陆续续有这么多的这个先进制程的厂 他已经扩厂 北中南大扩厂的时候 他到时候救不了你 你要靠哪一个台积电 还是要靠谁啊 只能靠自己啊 所以为什么立基电的董事长 黄崇仁他会讲说 核定还是需要的 能不能听听这些产业跟业界的这个说明 当日本韩国也开始去走回 拥抱核电的时候 台湾在思考我们的能源转型 就像彭博新闻讲的 你的政策跟能源转型是一个碰撞的话 你自己要思考下一步的出路 你要怎么走啊 秀琳我最后再问你 你刚刚提到了一点 也是大家今天发现 原来今天的那个人是这个亮点 经济部长的 这个准经济部长郭志辉啊 他是崇岳集团的董事长 他是谁 他是专门帮台积电建 晶圆厂的最厉害的这个集团 他最知道电有多重要 你如何能期待他把这个 所谓的业界的声音带进内阁 进而一步一步慢慢的去改变 不能满了烂布锡干啊 改变我们的能源政策 可以有什么期待的想象吗 我觉得产业对于能源的这个需求 绝对是重中之重啊 这些从产业界出身的人都知道 所以呢台积电在 不够信任政府的状况之下 他不断的希望能够自己盖电厂 他自己有发电的能力 自己盖电厂 就是我不要再受制于政府 这种比较僵化的能源政策 那这一个路线呢 未来也会在所有的产业界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因为依靠政府不如靠自己 那现在从产业界出来的这个 从业科技集团的董事长 当经济部部长 他一定知道这个产业最真实的状况 那是需要电的 不过呢 民党当然对于这一个 这个人事任命案当中 还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一个郭志辉对于光电产业 也是非常有前瞻跟发展性的 所以未来如何在光电产业 以及其他配套的能源结构上面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要看他 有没有能力说服民进党政府 整个政府团队 去做能源的更平衡的这个配置 光电当然很重要 绿电当然很重要 也是全世界的趋势没有错 但是从这一次 大家会知道光电跟风电的稳定度 绝对没有核电高 那这稳定性对于产业发展 就是最重要 台积电不能够开机关机关机开机 又不是瓦斯炉 那不管是哪一个科技产业 都是这样 所以稳定度为优先考虑的角度 去思考能源政策的话 核电可能就必须放在绿电 放在风电跟光电的前面 食安连环报 你以为一两天没人讨论没事了吗 错 居然接二连三发炉一般 保龄食物中毒出人命 还找不到真相 王品 藏寿司接连引爆 没想到现在就连一克 动辄三四千块的高档和牛 他们的牛肉 他们的酱料 居然也传出过期快半年 你被踢爆过期就好好的 诚心去检讨 没有 业者还呛告 台中市政府对他们重罚 一百四十四万 会痛吗 是 俊相 现在真的是全台湾 从北台湾到南台湾 各个地方 大家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都特别紧张 从保龄这一把火烧下去之后 没有想到 不管是烧肉 不管是各个里用 不同的态式料理 甚至连火锅都会出事 现在大家那么气愤这件事情 实际是在台中 台中西图的顶级和牛电脑 标榜什么帝国牛肉 非常好的一个和牛 一个人订餐 至少要三千多块 快四千块 而且你还要先预付一千块订金 结果你是标榜高档的 结果被人家发现说 从牛肉到它的配价 到果汁饮料 全部都过期 等一下 再去你好好跟我说一下 你给我收这么贵 单人套餐 三千九 四千 到七千九 八千 收我这么贵的一个套餐 你让我吃过期的牛肉吗 非常夸张 你说过期的牛肉就算了 既然所有你要知道 如果你正常营业的话 你的那些配料 你的那些果汁 你的那些东西 那些多小 就不真是贵的东西 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过期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台中市政府 整个大开闸 我跟你讲 一般食安这种过期与其品呢 顶多一项就罚六万 但他认为你是故意 不然你怎么可能全部都过期 再问你 我问你 像保龄 保龄那是因为 吃了之后 就陆续出包 有人送进了医院 送进了ICU 那更不要讲说那个网品 155个人 那他这一次 吃出什么问题 这一次主要是有一个离职员工 要给这个员工 真的一个掌声 他当成的吹哨着 他说他长期 在这家 之前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时候 结果呢 他们员工竟然就是发现说 不对啊老板 你这个牛肉好像是过期的 他本来以为老板是无心之过 没有想到老板跟他说 没有关系 就是这样子 就是提供给客人 后来这一个离职员工就受不了 他觉得就说 天哪 你这些全部都是过期比 而且你是蓄意的 更何况你知道吗 有时候有员工餐 他还把这些过期比 也给员工餐吃 所以他就心里想到说 你根本就是黑心商店 所以他才是开始举发 他就吹哨着 然后就来揭发整件事情 就揭发整件事情之后 你知道这家店 真的是不可思议 被人家发现了 而且你知道他竟然 还有话给狡辩 他怎么狡辩 他说第一点 我们是无心之过 事实上呢 我们所有的 我们有两个冰箱 这个冰箱呢 是一个你所谓的过期比 但另外一个冰箱 就没有过期比 我们这个冰箱 有过期比的原因是 要给员工做教育训练适用 所以不是给我们客户吃的 你讲真的还讲假的 你相信吗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 而且就算是你要教育训练 教育训练你用过期比 你煮出来东西 那个口感跟那种烹调方式 会一样吗 所以从头到尾都在下班 好开始讲 一开始说无心之过 再来讲教育训练 第三个 诶 扁一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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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犯过期的牛肉 你扁什么扁一扁 他说这个报导 偏颇有问题 我们不排除提告 还抢瞎 然后人家心里想说 你对不对 你明明做错事 你还好意思提告 然后就有人 在他的脸粉砖下面 就留言说 诶 那你这样子 你之前的那一些 你收人家快七千块 那你是不是要退费 你是不是要退费 他又再度扬言 他说没 哎 我跟你讲 他因为他是昨天晚上 在那个群组 在那个他们的那个 呃 官网下面的留言 那人家就问他说 那你会退款吗 他说我们目前不会有 赔偿机制 所以就会 你还没吃 我让你取消 但是你已经吃完了 拍死我不赔偿 吓死人 大家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人家会说 他是公关灾难 那现在事实上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现在不是说 总共查到12项鱼器品 那因为他认为他是故意的 所以呢 一项本来是罚6万 因为double 因为我认为你是故意 就变成12 12万 12万乘12万 这等于是144 这才刚开始 他们说呢 他如果持续进行下去的话 按照食安法 最高最高最高 可以赔到2亿 所以你看到 一讲到了 一塌糊涂的公关处理 我们不是连续在节目当中 说那个网品 网品一开始也说 没有没有没有 吃坏肚子是那个水塔的 大楼供水有问题 我们也是被害人 结果呢 被台北市政府打脸 对 都没你看新闻 对 你就虚心的好好的说 好我们会调查 哪里出问题 我们诚心面对 不是呢 讲一句印尼句 讲一句印尼句 最后被台中市政府 卫生局检验报告打脸 你感觉好 是而且君相 我跟讲这件事情 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如果说现在员工出面 当催哨者 代表说我已经告诉你 这是有问题 你是蓄意 这个就很严重 因为他会被人家发现说 他从所有的调味料 所有的饮品 也全部都是过期 那我们就合理怀疑 你是不是故意去买过期品 然后变成奥莱要给捧购 然后就用高价位卖出去 那你这样是赚 非常大的一个利润 而且其实你是故意 某种程度上 我个人认为 根本就是谋财害命 去年10月11号才刚刚开幕 最有话题 8000块一克 倒顶的天花板的这样 我要拜托一下 卢秀燕市长 你都在守望你的市民 这一间开幕半年 靠去大江的 拜托去查查看 有没有刚刚慧珍说的 如果你说 刻意去收购这些廉价的东西进来 低进高卖的话 奇奇以为不可 而且现在被人家提底 提什么底呢 就发现说 这个好像是一个日本人 兄弟他们来这边开的店 后来人家就有人去搜寻 就发现说 怎么在2022年的时候 有一个博弈的一个洗钱案 这个洗钱案呢 就发现说 这个名字 就是那个前一半 他的名字 竟然跟这个和牛烧肉店 是同名 会不会只是同名字两个人 对 所以就有人 就在问那个检警 就说 是不是到底 是不是同一个人 就检警没有去证实 那到没有证实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同名 但是是不是同一个人 现在还未经证实 只是说年纪好像也相伴 那我跟你讲 这也不寻常 不寻常的一件事是什么 这个日本籍的这个男子 他进行线上博弈 结果他也是藏身在 七期的这个商办大楼 那就是你现在画面 看到的画面 你知道吗 他是针对不特定的日本客 提供给他们 这个线上博弈下注 你知道一年下注金额 竟然是1800亿台币 所以吓死人 那个真的都是暴力 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 哇那这个真的 他那个非法捞的部位 真的是非常多 惠臣你现在讲到的 这个是博弈的这个洗钱 他在七期 然后这一间顶级烧肉 也在七期啊 也在七期 所以从所谓的地缘性 再加上我们就是说 因为是同名 那因为不确定 是不是同一个人 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 检警继续在追查当中 那我们刚刚提到 现在的食安问题 真的是从北桃湾 到南台湾 各个遍地开化 现在也有什么连议员 苗栗的县议员去吃饭 陈光轩去吃饭 吃一吃就有 你有没有看到 小枪在那里 它滑滑滑 真的是吓 哎呦 我跟你讲 他其实不算小枪 我觉得还蛮这样 中枪快要变大枪了 真的还蛮大枝 他就整个在 从盘子底下 就整个舌喘 然后一看到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吓死人 你要知道 当你发现一枝的时候 事实上里面 可能都有几十枝 所以就让人家想到说 这一家 其实在日本是很有名 日本叫做平价 以平价出名 但是也是好吃的 一个这样子的 回转寿司 就这家的回转寿司 在台湾全部只有六家分店 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其实日本的这个 哈马这家寿司 它的一个评鉴 是受日本人喜欢 没有想到在台湾 竟然平分 都只有不到四分三分多 到底为什么就发现 其实没有输送带 萤幕提示变卖 但我跟你讲 这个可怕的还不是这里 不知道还有什么就是 你知道吗 他们这样点 就点了之后就发现说 他的这个输送带是只有一个 不像那个 葬寿司是有两个 所以有时候你点了对不对 结果他就这样同一条弄过来 我点了 搞不好前面有人说 摸过了 喷过口水 而且搞不好他就拿走了 因为他以为 也是跟他点的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 他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难怪 为什么在台湾的评分 其实都不高 慧珊你刚刚讲到了 葬寿司 葬寿司呢 真的是全台55家 彻彻底底给他抽查 我就重灾去在新北 新北一查下去不得了 居然他的整个 因为食安 或者是疑似食安崩暴 而关门歇夜 我们去拍 居然拍到这可怕的画面 是我跟你讲 这葬寿司 本来大家以为是说 什么四月初的时候 有四个人吃了 好像有身体有点状况 没有三月底 其实还有两个 所以你要先讲说 天哪 你真的 到底几个 对 所以你就觉得发现很可怕 而且你知道 我们东森独家拍到什么画面呢 就是其实原来他的那个擦 你有没有发现他在搜 搜搜对不对 他的那个抹布 擦来擦去 擦完桌子之后来擦你的那个寿司罐 擦你那个调味罐 他在擦桌子 对 你出来会吃尽肚子的 对 而且你看下面 就是真的是 其实卫生环境真的很大的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在每个当中 而且张宋兽司品牌知名度又这么高 好 那你是我们现在刚刚看到的是那个新店 那个这个玉龙成分店 那他们就说 讲了之后就说 好那我们开始改进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改进了 我们SOP 想一大堆之后 好隔一两天 我们又去管钱店拍 管钱店 奇怪 他现在有抹布了 有分红抹布跟蓝抹布 有两条抹布了 蓝抹布是来擦桌子的 和抹布是来擦这个 有比刚刚好了 所以呢 就是有反应有差 但是后来发现 不对 对在一起 对 又全部都弄在一起 所以可见你知道吗 现在为什么食安事故频传 大家都认为说 因为真的太缺工 教育训练出了大问题 好修理我们看到了 4月怎么会变成了食安末日 连环报报个没完 你看 从王品 宝林 藏寿司 层层失守的后面 我注意到一个病灶 这个病灶你不改的话 一路炸下去吗 我觉得整件事情 会让台湾就是人心惶惶 因为这个食安的问题 你食衣住行 娱乐 食就是在最重要的 民生经济的位置上面 你每天总是要吃东西 而且现在 大部分的人外食的比例 是非常非常高 你不可能都在家里头 自己从头到尾 把关所有自己食材的安全 那这么多起 而且都是知名的业者 所发生的食安的问题 会让大家更担心 连知名业者 有品牌 有这个商欲 考虑的业者 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那一些 没有知名品牌 在那里加值的业者 他所发生的食安问题 是不是更可怕 那我们的政府 到底拿出什么样子的方案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连环报的过程当中 民党政府呢 似乎就是 呃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一案过了又一案 那每一案都表示说 再大力的稽查 稽查完就罚钱 罚钱完就 再等下一案的发生 然后再开罚 那从这个高档的和牛 一直到这个平民的 大家一般所吃的这个尖角 都有发生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每一个人都躲不过 甚至还有一些 别有居心的人说 这个是一种认知作战 就是为什么突然在 520政权 这个要交给赖清德就职之前 出现这么多的食安问题 是不是有人为的因素 是不是有 阿公阿姨妙 让这么多的食安 突然爆出来 让赖清德要上任之前 满脸豆花 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看 食安的问题 永远没有办法 把食品安全的问题 做好把关 所谓的食安五环 就是要扎扎实 使用科学的方法 在每一个环节去把关 从原料的进口 一直到餐饮环境的检查 一直到最下游等等相关的议题 那新的这个卫福部的部长 那不知道是谁 但是总要比现在正在感觉 属蛮头带退的这个 卫福部的部长跟次长一样 感觉好像是在等着520 我赶快把这件事情烫手山芋丢出去 反正呢这个议题就是 新的人是要来负责 那不管如何呢 这都是赖清德执政团队 要去面对的 那包括赖清德 现在已经把自己这个总统 当成是战上火线的总统 所谓的卓内阁 很多人都说这是赖内阁 根本是以赖清德自己要负责 所以不管你未来的这个 食安把关的最重要的官员 卫福部部长找谁 赖清德恐怕都得要想一想 民以食为安这件事情 食不安 明星就不安 你的民调就不会高 强声音响 金鸡万两 什么是金鸡 黄金跟无人鸡 先看来黄金的天花板 今天一破再破 台北市金银珠宝工会成员说 他们卖一辈子的黄金 没有看过这一种天价 那无人鸡怎么回事 这次你们看到 伊朗只用十分之一的代价 就耗尽了以色列昂贵的铁球系统 一晚让它烧掉了400亿 今天我们就看 AI筑权之下的机器人 已经来到了飞天遁地 下一步会毁天灭地 据一下你叫做在今年的时候 2024年 谁是最重要的一个财富的领航者 谁 他叫做伊朗的最高领袖 哈美尼 因为去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才讲他三滴眼泪 大家知道说一定中东会有事 三滴眼泪 当时的黄金就往上飙了 对不对 因为中东会有事已经往上飙了 结果昨天前两天礼拜天的时候 300架无人机再上去 黄金继续往上冲 天花板到哪里不知道 因为中东有事就是全世界有事 然后全世界有事要保的最方便的是什么 就是黄金 所以每盎司的黄金现在已经2430亿美元了 这个是天价 但是大家讲因为中东的局面 还是越来越不稳定 油价还有各种的状况 战略的情况都很不稳定 还会再涨吗 可能还会再涨啊 甚至台湾这边的人很多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目前疫情新台币9400多 他们都预估台湾会被疫情都到了万元了 好恐怖 可是这黄金拼命转的时候 大家想说哇 我手上没黄金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进场对不对 然后很有压力 可是有一群人呢 突然赚到了 叫做中国的大妈 十年前我们就知道说 当时的时候那个画面 你看到中国大妈请朝出动 到处全世界 到处抢黄金对不对 2013年的时候 因为FED 缩减QA注文盟 金价跌到 每盎司只有1320亿元 跳下去抄底 他们当时又去抄底 抄了以后 当时中国大妈抄了1000亿的人民币的黄金 那如果你看到现在是2431 哇 他们就至少赚到720亿的人民币 如果他们都没有卖掉的话 但是我们讲小声一点 以为他们赚这么多 不要给那个中南海听到了 这大妈就是下一个共同富裕的对象了 哇 我们讲到一句话 大家说 抄金骨包金 你现在来想 是真的 为什么 一开场热热闹闹闶闶闶闶闶 抢黄金 白银也没有再客气的 白银白银都是贵金属嘛 大家都是保本用的 但是呢 现在呢 白银除了跟着黄金涨 还有一个更关键 你看他现在每盎司29.11 大家也预估再往这个趋势走 会到30 因为白银 它除了是金融的一个贵金属之外 最重要的是 它是传导性非常好的贵金属 是 所以在晶片啊 太阳人板啊 电池里面都需要 尤其是 这次整个伊朗的战争 告诉我们 另外一件事情 AI的时代来了 无人机的时代来了 好的传导 整个晶片里面 AI晶片里面 白银 除了跟黄金 都是一个贵金属之外 还是最重要的科技元素 来了 今天黑科技会多到满出来 大家准备专心看了 为什么 我刚讲 枪声一响 金鸡万两 黄金刚刚我们看到了 哇 金光闪闪 再来 无人机 飞天遁地 机器人在AI的筑权之下 下一步 会毁天灭地吧 其实这一次的伊朗空袭 给全世界就一个 非常警惕的状况 这个叫做 新的不对称战争 整个以色列 我们知道它很强吧 铁琼系统 护国神盾 所以你看到没有 那个画面里面 200多架 300多架的无人机 巡影飞弹过来了 通通被铁琼打掉 打了99% 只有三颗落在 南部的一个空军机场 很厉害对不对 可是以色列出来讲了 我们花了13.6厘美元 换成新台币 400多亿 所以 我们在这边画修 在看这场战争 看这场烟火秀 铁琼好棒棒的代价是 400多亿 一个晚上就烧光了 而同一个时间 跟伊朗只花了4亿 4亿台币 这是百分之一 而且这里面还没算到 美国 英国他们的F35 飙风战机 还有他们的驱逐舰 里面的防空飞弹 飙三 他们打燃掉了25枚 可能是高空的飞弹 那还是一笔钱 所以无人机太重要了 所以可是你其实大家都知道 无人机是一个 非常好的不对称作战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大家都想说怎么样 快速生产线 大量的无人机 英国就已经成功地用 整个3D列印 做了一个无人机 但是巡航速度 达到93公里 其实有点慢 但是可以说 侦测很好用 你看8年前 英国就开始做准备这些事情 可以出去那个小布点 小小那个紫红色的 对 它是用3D列印的 我不需要在一个生产线 我直接有个3D列印 我把那个所有东西弄好 整个那个复合材料进去之后 就直接可以做了 英国就已经做了 然后做前进 这一次呢 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你看那个乌克兰的 很多无人机对不对 对 三角翼 我直接把这技术 拿去给你 立刻就用上 可是那个三角翼不是很大吗 他们这3D技术 已经可以到了 大概1.1公尺左右的 这1平方公尺以上的东西 一样给你印出来 一样给你印出来 可是 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低成本的 但是巨像 出来一个关键 关键无人机一大堆 你满天都是无人机 那顶多像蝗虫一样嘛 你要厉害的是什么 我无人机 如果有AI 那个东西的话 我就可以进去封群 所以美国在做的 就更进一步了 你会看到美国呢 从2018 2019的时候 他们的AX34号 就是他们的两栖突击舰 就可以放过一次 你就会看到这个 这才是真正恐怖的 它一架F18 丢出109个 3D列印的小无人机 但是里面通通放的是 AI晶片 不是一般晶片 所以出去的时候 这些无人机 放进去之后 他们出去之后 就像蜜蜂一样 彼此传递资讯 然后互相判断 谁是最优先的 威胁对象 所以不需要人去操控 就开始包抄包围 无人机里面 如果碰上AI 那才是真正的恐怖 这也变成是 AI的将来一个 数位落差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 AI的导入 让无人机 于是有了脑袋 甚至能思考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无人机 你把它广义来看 它就是机器人 当机器人能够飞天 能够遁地的时候 那下一步呢 所以现在的布局里面 所有的过去的 传统的产业 都要跟AI连在一起了 OpenAI 它有个大计划 九兆美元 要把它打造一个 新的AI霸权 所以OpenAI 第一次跑到亚洲 在东京成立了 第一个OpenAI的 亚洲实验室 要开发亚洲的AI商机 是什么 丰田啊 汽车啊 整个日本其实很多工业 很多基础工业 都非常强大 通通要想办法融入AI 那AI现在可怕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呢 知道现在全世界 争霸还有一个事情 重返月球 重返太空 可是重返月球 我们重返太空 我们就看到了 好奇一号啊 机遇一号啊 就是车子就慢慢 车子走啊 那个六个轮子在那边滚啊 然后滚的时候 有时候会卡到啊 有时候会怎么样 但是你不能跳啊 阿姆斯这样一跳 你就不知道会不会飞到哪里去啊 可是现在 欧洲太空重署和瑞典 已经做出了这个微重力 低重力 用三只脚跳跃的一个机器人 这个像不像那个大法师 那很恐怖的那一幕啊 你知道真正蓝在哪里 蓝的是整个太空上面 环境不一定对不对 资讯不一定 他们这种跳跃翻转 不是在地球上 写个五十万条的程式 是遥控 他有AI晶片 他当场把环境就给判断出来 是 直接的 自我修正 自我回馈 自我回馈 自我feedback 所以这才叫AI的厉害 是 然后大宝礁 我们一直很关切 对不对 整个澳洲呢 也丢了一个水下无人机器人 其实到水里面 不要讲说三千公尺 三百公尺 你根本就不会有GPS 网络 网络 网络也透不进去 对不对 他可以潜到三千公尺 没有GPS 可是他可以自动的去拍摄 这里面的核心因素 不只是潜水艇的技术 AI在里面 所以他里面有脑袋 他在这么深不见底的所在 他会知道他要往哪里去拍到 水面上的研究团队想要的画面 对 然后现在还有最重要说 你看到高科技很多东西 其实连很多我们常常看到的 以前的时候荷兰黑色郁金箱 不是全世界抢钱吗 那现在荷兰告诉你 AI郁金箱 什么叫AI郁金箱 他们呢 因为他们过去看 这郁金箱花在这边 对不对 总有一定的比例 这个花会染病 会染疫 那过去要怎么解决呢 我一个工人 两个工人 非常的老师傅 走过去看 这朵花有问题 拔掉 那朵花有问题 拔掉 不然他会感染吗 可是眼力要永远很好 你走这么大一片田 你要走几天 是 他们现在就是六百万做了一台机器 整个就整个在上方 扫过去 扫过去 一扫过去之后 一扫过去之后 那些sensor把资讯拿回去 当场AI判断 定位 你这样子三个地方去定位 然后看你的形状 判断 这一颗预心箱有问题 标示 这个是花海 你有办法定位到哪一个区域 X轴 Y轴 最后是那一朵花 还有利轴要3D定位 所以呢 然后就定位之后 回去就直接拔掉 所以他们的预心箱的品质 会更好 整个状况会更好 好 那我们回来了 不管你讲的是open AI 不管是战争上的无人机 不管是那个F18的风群 或是前面刚刚讲的 瑞士的那个三角的 那个太空会跳跃的人 或水下的潜水艇 都要一件事情 晶片 AI晶片 所以黄金是因为战争会更快 而晶片里面 银也有会跟着上下去 昨天晚上当我们在冷气房 舒服的滑着手机滑到这一则 差点没有从椅子上摔下来 哇 原来差一点点 千万人居住的北台湾 就要陷入一片漆黑 要停电了 而最后居然靠台积电神救援 才免于停电 我们看到了后来台电的新闻稿 痒痒痒痒说了一堆 我要来告诉我们 新闻稿 没告诉人民的事 好 居然哥 包括新闻公众 不想不知道 原来昨天居然这么的危险 所谓墨飞定律 花中淘汰 上面一属 因为不想发生的事情 通通一起来 那有这种问题 居然哥记不记得 每年的美国商会 都会写那个报告 投资报告 今天股市也跌 我还知道怎么看台湾的 五缺 缺水缺电 缺工缺地 缺人才 缺水缺电讲了那么多年 政府都说不缺 但昨天 烦队 会死了而已 缺缺的就限电了 为什么 因为昨天的背转容量率的电量 直接降到百分之2.8% 2.8% 6以下都不及格了 你来说的 6以下直接 他就要分区限电或者是降压 昨天呢 2.8% 恐怖 怎麼回事呢 我就講墨菲定律 最不講發生事情通通發生的 而且叫做花中淘汰 什麼意思直接來 花中淘汰第一個講花 花蓮和平電廠 403地震地災嘛 所以它最近它有損壞啊 另外一組稅之後 一組損壞 稅沒辦法發電了 所以花蓮和平電廠先打個叉 結果中火它破管 破管以後有兩個機組不能發電 然後桃園的大潭電廠 它又跳機 所以一直一直來以後 然後到了傍晚的時候 太陽啊 我們現在目前很多的是太陽能發電 它就撐在那邊 可是問題是講了那麼久 大家都不願意接受的事就是 等到一頭一樓刷 你在中午10分可以發電的太陽能部分 就整個收回去了 但是問題是那個時候大家都回家啦 以前我們常常講 每天的用電量最高是下午2點 因為那時候大家很熱怎麼樣 可是現在常常都出現在傍晚的時候 會輕狂不接 因為當太陽能它已經漸漸離開 而我們的核能 基本上要慢慢太除的時候 你沒有電接上來了 大家又回家開始開電視 開瓦斯爐開電磁爐 而且還開冷氣的時候 你就會接不上 講到這裡 俊翰哥今天是幾號 10月才10幾號而已 15 16 16 現在不是7月啊 如果4月都已經到了2.8 那到了7月我剛剛講的 下班一回家 通通把冷氣全部 整個城市整個台灣都開的時候 你才會站得住 所以就有可能沒辦法過了 所以花中淘汰 4個地方 花蓮的電廠 中火以及 桃園的大潭跟太陽能 同時都沒有的時候 對不起 被轉容率只剩2.8 這個時候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降壓 或者是分區限電 結果最後台電選擇做什麼 他選擇打電話給台積電 拜託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沒電了 可不可以你們就 你們自己不是有發電機嗎 你們先用你們自己的電 或者是你就減少你的用電 看可不可以在傍晚的時候 幫我們撐過這一段 再拉回6% 好不容易 昨天沒有走到最後分區限電 但是是昨天喔 接下來用電到了5月到了6月 到了7月更熱的時候 他的用電又會更嚴重 那當然大家講說危險買啦 告訴花蓮台中跟這個大潭電廠就沒事了 可是 墨飛地獄常常都在你以為 不會有事的時候突然發生 要不然過往台灣就不會出現那麼多的全台大停電 所有最不願意見到的情境 都在昨天發生 你說天災要維修管線會Delay 我們可以接受 回頭大家用力的發電 沒有想到才要你用力發電 管子破管子破接不上來 再回頭水力發電補一下好不好 三個機組又給你停擺 太可怕了 想都沒有想到居然是護國深山 幫我們度過這一次 所以你都已經要叫台積電 去將他的用電量減少的時候 他以後在國際上大家怎麼評價 台灣就是剛剛說 風險啦 你用電就不穩嘛 那我今天不是一個什麼核能的擁護者 因為大家有各種專家 但我要告訴你就是務實來看 過往我們有核一核二核三的時候 我們的核能電力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 只有兩種電力可以當機載電力 他永遠24小時可以發電 就是火力跟核電 綠能是沒辦法的 風電有時候沒風 太陽能下山就沒有了 所以只有核電跟火力可以 但以前我們有核電廠啊 核二核三目前就有11%的供電量 但是觀眾朋友今天是2024年 今年核三會有個機組要停 明年2025年5月17號 核三的第二個機組也要停 所以請問明年517以後怎麼辦 哇雪上加霜 這是法定的日期 那你就要從立法院去透過去修法把它鬆綁 可是現在目前我們的政府單位 包括蔡總統跟賴清聰總統黨選人 他們都不要 所以呢當我先跟大家講 還有核三的狀況之下的時候已經昨天差點就要限電了 已經到6%以下2.8了 以後 明年以後 完全沒有核電以後 我們怎麼去面對這樣的窘況 好回到剛剛我剛剛提到的2.8% 那個6%以下就要分區限電 那個2.8%更讓我們七上八下 可是還有更慘的 因為 內部人員 昇喉龍 告訴我們 你現在看到的什麼幾% 什麼顏色的燈 其實都是settle過的 不一定接近真實 真實可能更慘 從以前到現在 我很常看這個圖 這個圖在網路上大家查得到 你一去看就會發現說呢 現在目前全台灣的每一個 比如像是新達電廠啊 這是什麼電廠 每一個電廠啊目前 它是在運作 還是沒有運作 它的發電量是怎麼樣 但是呢台電每次告訴你 就是說我們其實是充裕的 可是呢 台電的人員 我不是台電員工喔 他內部告訴你說其實喔 台電網站上面 像我們看到這些數據 其實都是修飾過的 他都要把它做到讓你可以 都是6%以上 然後呢都是OK的 我們都勉強台電 台灣不缺電啊 可是其實這個狀況 實際上呢 其實如果你看到還有5%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可能只剩1%了 怎麼可以這樣 中間有4%的 你開車你就看油表你只能相信油表 這個油表不能相信 那就是座帳做得很好看 這台電人員告訴我們的啦 可能請專家來跟大家解釋 但總之 不管你所看到的圖表是不是這樣 我們能夠救急的 第一個核電慢慢要消失的 再來 你說水啊 我們的水利是蓄水發電 你在這個晚上的時候 把那個電 水抽上去以後 然後再下來 水利發電 它還是要花電 用電去發電 那我們現在狀況 如果沒水怎麼辦 我們台灣不只是剛缺電 還有缺水啊 這幾天 我天天會去看那個水勤 對 所以呢你今天水利發電的蓄水計 基本上已經到了96%了 已經基本上都已經用到底了 可是 昨天依舊一度降到 只有2.8%的倍轉容量率 那這個東西遠遠低於我們的6% 而且6%還是底線 以往在蔡總統 馬前總統要交界的時候 我記得蔡總統還有一個圖說 我們台灣都10幾% 甚至快到20% 所以台灣不缺電 這個話講了8年以後 我們面對就是台灣的電 可能不夠 一代的6%以下的時候 就要分區限電 建平你怎麼看昨天真的是千鈞一法 差一點天就黑一半了 如果不是打電話給台積電 叫台積電臨時救我的話 那台積電不答應 我們是不是這個倍轉容量 就已經下降到2.8 沒有辦法再回到6% 甚至更低呢 那昨天晚上如果臨時大挑電的話 賴清德 還沒有這個上任 台電就送給賴清德這樣一個大禮 我們今年還在討論說 台電負債4000多億元新台幣 然後要把我們今年的這個 超增收的這個稅額 去年今年 有想說要提供1500億給這個台積電 來彌補他的這個虧損 結果如果昨天晚上 這一點串都出現的話 大家的風向和媒體的評論會倒向怎麼樣 賴清德肯定麻平轉導會 尤其他現在還在 組閣 今天還在宣布財經三首長的人士 一定這個大禮他吞補下去 所以台電再怎麼樣都要厚著臉皮 我管你台積電答不答應 你就算不答應我要逼你答應 所以 剛剛我們在講說台積電為什麼緊急支援他的倍轉容量 就是這個道理啊 那今天如果我們政府國家能源政策出問題 我們的這個發電要靠這些企業大廠用電量很兇的大廠 來叫他們減少發電 你們用自己的自用發電機就好 不要來吃我們民生用電 現在 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才4月清明節剛過完4月中 還沒有到5月6月端午節之後 一般我們在講 5 6月端午節之後才真正開始熱起來 但是觀眾朋友們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今年4月特別特別熱 特別暖熱的氣氛已經提早到4月就開始 以前是5月5月6月以後 然後4月也開始是梅雨期清明之後 你看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下雨的天數有增多嗎 等一下我們講到那個水庫的容量就知道 我們當水也不夠的時候 電也不夠 等到7 8月你怎麼辦 這個台電難不成叫台積電天天不要發電 天天用他們自己的這個 自轉備用能量 自己用自己的發電機 台積電也受不了啊 所以我才說 現在政府的 人員政策和電力發電政策 尤其台電公司 因為仰望上億嘛 上面不要不高興 我不要粗暴就好 上有政策下有對著 那我就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沒電我就找人家幫忙找這個 這個是治標不治本啊 所以我才認為說台電 跟政府的下一個能源政策一直在這種 好像蝦子摸象 然後這樣子騎旅走路一樣 很容易到了7 8月你就會碰到電力荒 而且會越來越嚴重 昨天王美花 他才誇誇而談說 4月3號的花蓮強政 證明我們台電的電網之強韌 你看 災區都沒有停電 才半天 就被打臉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就要來告訴你 前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不是告訴我們嗎 政府都跟他們保證說 保證不缺電我們也只有相信 言下之意 就是不信 歷經了昨天 相信台灣不缺電的人 幾乎更少了 怎麼辦 現在台灣的最大的電力問題 就是六個字 叫做核電退 綠電退 大家觀眾朋友看到這一段是說 旺哲你不要亂講 怎麼會叫綠電退呢 上次花蓮地震的時候 民進黨立委不是出來講說 因為我們有儲能跟綠電 所以我們還沒有大停電嗎 怎麼會綠電退呢 但問題是 你看我們經過昨天那一場 這個限電之後 我們的700萬的這個光電跑去哪裡 700萬前往這些光電跑去哪裡 統統不見了 所以大家就說我們的綠電是不是變得非常的脆弱 現在就變成說 所謂的綠電受災戶 也慢慢出來澄清了 這個一個住在彰化的阿嬤 她70多歲了 住在彰化這個岸邊 已經非常多年 結果呢 這幾年她發現 她打開窗戶 原本想說過去可以看看海風 就是海風 看看海景 現在完全沒有了 窗戶一打開外面什麼 外面是一支一支的 這所謂的電機風扇 住在她的窗戶外面 朋友我們同樣看這段後面 你看你看人家的壁 紅燕一磚一磚 一磚一磚 為什麼你看那個地上 你住在裡面你怎麼會受得了 你心神怎麼安定啊 老人家最怕的就是怕吵 那個風電的機電 其實會發出所謂的低音的噪音 那個風扇在轉的時候 第一個耳朵就有一個低頻 有一個低音的聲音 然後眼睛看得到的是 不定時的那個紅燕在你眼前閃 你怎麼辦 不算以為這個大白天的事 不是有什麼鬼影蟲蟲的事要發生 那個黑影一道一道讓下來 所以老人家很害怕 根本也睡不著覺 現在他覺得他的家園已經變了掉 那現在很多彰化地區的民眾說 為什麼我的家園不要變到這樣子 過去我們政府不是說要發展綠電 發展這個綠電的時候 有沒有跟我們在地溝通 其實坦白講 很多人都覺得怎麼樣 只是過場而已 為什麼這麼講 當然要經過地方同意啊 對他只是做個形式來地方開個說明會 結果說明會開完之後 推土機就來了 他們當場傻眼了 想說 你們不是要跟我開說明會之後還要 問我們要不同意嗎 結果都沒有 說明會開完 結果一走出去 推土機就馬上隨之而來了 所以我常常是當地的地主 我是身帶帶住在這 結果你把我家門口找一支這個 我是看到了推土機進來我才知道 我是看到了風機進來我才知道 我要換他找一趟喔 所以我們過去有看這個風電的這個機電 通常在岸邊 現在我們看那張圖就非常明顯 他們已經把往內陸在做延伸的當中 所以你看包括連彰化 他的外海跟內陸 都開始插滿了機電的時候 你知道在地人怎麼安心 那現在 坦白講 對台灣最大能源問題 其實我們擺脫不了 所謂的國際局勢 這個禮拜天 伊朗攻擊伊拉克 大家想說 這個中東有事 怎麼台灣會有事呢 可是現在國民黨立委的事情 其實 中東有事 代表台灣有可能會有事 因為我們很多多數的能源都掌握在中東手上 那現在伊朗已經掐住了所謂 能源管制的一個咽喉 我們會不會有事 當然有可能 因為你看我們現在包括了 我們國家自己44%的發電要靠天然氣 如果 減少了卡達27.9%的進口 那大家想說 這個一減少之後 10月份的電價會不會再漲啊 這是大家很擔心的地方啊 4月才漲完兩三個禮拜而已 現在已經跟我講10月蠢蠢欲鬥 這個跟我們就大有關係了 對4月份漲定價的時候 已經很多民眾開始受不了嘛 現在就有一個女生 她是獨居的 上班族 她想說 我這個月定價 我定價打開一看 哇 3000多塊錢 我一個人住 我又沒有 平常沒有開什麼冷氣 但為什麼會3000多塊錢 她看到的時候 嚇一跳嘛 結果後來有網友剛剛說 你可能是住在所謂大廈 所謂公共用電也算在你的裡面 但是問題是 他收到3000多塊的兩個月電費 是鐵真正的事實 那如果接下來 定價再一漲的話 他這個定價是不是等於要破五六千了 那更別說一般的小家庭 夏季的時候你開冷氣 或是開一些廚師機有了沒了 你開一開 一個月兩個月定價 可能都要破萬了 所以你的荷包會越來越緊縮嘛 那現在定價一漲我們知道 百物全漲 尤其是 定價會導致所謂的通膨的主因 那現在變成是大家說 最近大家以前說 我去夜市 最喜歡去夜市什麼 銅板小吃 那現在坦白講 你100塊錢能夠買什麼 以前100塊錢你可以買一杯 真奶跟雞排 現在你可能只能買一杯 真奶或一杯雞 或一塊雞排而已 所以錢變得越來越薄你知道嗎 你可能一天喔 你光看 早餐 中餐 晚餐加消費 你可能一天光營食費 你可能都要六七百塊直接噴掉了 所以就變成說 電價這東西 我覺得政府一定要謹慎應對 我們的能源政策 一定要好好的做調整 所以政府跟我們講 電力保證供應無餘誰信 董哥 這才是真相啊 是啊 所以台灣的電力問題在哪裡 在於政治 大家都在搞政治嘛 準備要接行政院副院長的正義軍 在馬英九當總統時代 在立法院怎麼講 開記者會 說核四可以不用蓋 為什麼 因為台電把電偷偷藏起來 藏起來的電有多少 1.7座核四藏 那不得了 那大概就 是不是 可以讓台灣都安然無憂啊 那民進黨執政有沒有 沒有 每天都在鬼扯 現在請你把台電藏的電 叫他吐出來啊 找出來啊 他還去當個文化部長 他有什麼文化 收訪的文化 拿出來啊 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灣的問題 他其實就在政治啦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然後我們看到台電的董事長 曾文貞 他出來講老實話了 他說核電如果要用的話 那我們要有嚴厲的規劃 我們只要 民力機關同意的話 我們 意思就是我們會配合 選完以後就講啦 大家記得那時候 各媒體大家真相報導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用電不穩定 為什麼不穩定 因為就是政治啊 你們搞政治啊 是不是 你們說核電很不安全啊 不安全 蘇貞昌當行政院長 蔡英文當副院長的時候 為什麼到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去拜託 說我們行政院編了 核市場的追加預算 448億 拜託你們幫我們支持 那立法院無異議就通過啦 那你們 說核市不安全 你為什麼要辦追加預算 448億 這是天文數字的錢 所以你們就在搞政治嘛 我們看王美花怎麼講 這是地震喔 你看我們電網都很那個 我告訴你地震是因為 它的重心在花蓮 花蓮本身 有很大的受損 可是西部沒有大家就覺得 我們通通沒有啊 日子很好夠啊 是不是 是這樣講嗎 可是周天差一點停電 他們就講 因為我們那個機組喔 地震受損啊 地震受損 和平電廠受損 和平電廠有多少電 大潭 明潭 明潭有三個機組 那個是不是 所以你最後找台積電 還找核二跟核三的 那個財電的那個機組 一起運轉 財 有驚無險的 夠了這個難關 所以 它收穿了你 現在所大力推動的力電 你通通不靠譜嘛 對不對 大家要用電的時候你說太陽下山了 光電不能用 大家要用電的時候你說現在沒有風 我們風電不能轉 那 這個就不靠譜啊 那什麼最靠譜 大家都知道 核電啊 核電過去被你們醜化到現在 所以自己很難開口 那顯露曾文森講的老實話 喔 國民黨突然現在再立法要推動 要幫他演藝耶 民進黨所反對要在野黨來演藝 然後大家默默的接受 國民黨你一路被罵 罵到最後幫人家執政 這個 其實就是台灣的問題都在政治嘛 有哪個政黨自表負責 怕老百姓沒有電 拚著被罵 國民黨嘛 啊民進黨每天 醜化 這個電不能用 那個電不能用 大家看 你剛剛看那些風力發電機在哪裡 在彰化 彰化過去馬政府時代 那邊要蓋國光石化 被他們天天罵國光石化不蓋 國光石化是誰要做的 是民進黨 陳水扁執政時候要做的 馬航九延續你的政權繼續做 所以馬航九在破壞環境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政黨 這個政黨 真的是很骯髒 很讓人家瞧不起 專業的問題 請專家回答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何工專家 賀博士來到現場歡迎你 賀博士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賴以相信的剩下多少電會不會限電的這個燈號表 是settle過的嗎 不能盡興嗎 而且現在還有兩個字 大家常常傻傻搞不清楚 被轉亮 還有被載亮 常常搞不清楚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其實也的確沒有錯 我會發現有過數據 的確是被美化過 那當事人也不得已嘛 他所謂發言人 定義就是政府的化妝師嘛 他不可能拿最壞的來給大家看 又談到什麼 擾亂明星啊 什麼大帽子 但是呢 他的數據是有根據的 可是 他的根據是根據 什麼樣的公式 什麼樣的背景 您剛剛問的 就是這些數據 比方說被轉被載 老百姓聽不懂 而且這個真的聽不懂 我看到了5% 實際上可能只升到1% 那很可怕 不管1% 5% 或者你剛剛講的那個 交接的時候 什麼十幾% 背轉 我用最簡單的話 跟背轉什麼不一樣 那一般大家 比較說要限電 就是所謂永和的 最喜歡拿背轉 我以一個交通公司為例子 一個交通公司 它一百部 叫做一百部客運車 我今天 或者我可以派出多少 我可以派出 那個90部 就是我有10部車 放在公司裡 當作零時車禍 零時塞車 不管發生什麼狀況 我可以派出去 那可能10% 5%就夠了 像我們政府大概 大約是6% 背轉 那所以背轉6% 5% 不是什麼天塌下來 那到了3% 2% 那個就真的要注意了 那個背載 政府規定 我都了解15% 可是你每多1% 可能要幾百億 上百億的政府的投資 保駕交通公司 同樣我一百部車 可是我平常可能派出去才80部 那我是不是就超過20% 但它的成本就提高很多 那這成本就老百姓納稅錢 所以這個背轉背著要剛剛 拿捏得剛剛好 這我先澄清 那也許老百姓就懂了 今天的背轉6% 5% 4% 我認為沒那麼嚴重 3% 2%真的要注意 真的要注意 那背轉的15%呢 是政府規定的 國家規定 那是硬邦邦呢 是不能夠打任何折扣 江湖一直有一個傳聞 就是用電大戶 他們頻頻抱怨 特別集中這幾年 最怕下午接到了命運的電話 什麼叫命運電話 最不想接到就是台電高層打來 拜託你減少用電 怪了 平經濟幹嘛要壓抑我用電 那為什麼台積電都不缺電 結果 你沒看到 昨天晚上 連台積電都接到要即刻救援的電話 這什麼總控啊 台積電自己就是吃電怪獸 去年用電占全台 7.5% 很快喔 明年就會上升來到12.5% 光一座兩奈米廠 他增加用電等同22座的 大巨蛋屋頂鋪滿發電板 你動不動要他這樣子來救援 他是吃電怪獸 你要台積電怎麼 跟流台灣啊 強哥我們說個笑話 台灣不缺電 但是台積電呢 早就知道這個笑話呢 我們聽聽就好 所以他做到一件事情 靠山山倒 靠人倒 所以應該要怎麼樣 靠自己最好 所以各位就在我們講 花蓮發生大地震的當天 事實上有沒有機組受損 有大潭8號機組受損 台東電廠 台中電廠 兩個機組也受損了 包括總共全台灣總計加起來總共幾個 四部機組受損 很傷啊 那時候被轉容量率 一度掉到只剩2% 2點多 2點多大概什麼概念 就你一個月賺3萬塊對不對 你大概花2萬9千塊 只剩下1千塊在口袋 非常緊張 因為你如果 一個死角色 可能 你就不夠了 所以那時候台電特別的打給台積電 希望緊急救援 台積電果然不負眾望 做到什麼 他把所有的背轉機組 比如說什麼氣渦輪機組啊 等等的 火力全開 結果呢 各位他講 至少支撐了他15%的電量 但卻支撐不住台積電的股價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 最後台積電就在今天呢 跌幅還是高達 百分之2.23% 重售到788塊 之前我們還在討論 訓練跟什麼 1200的美夢 結果現在被摧毀了 這個理由很簡單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當你的能源出了問題 你的產能就會有問題 代表全世界各國 大家 現在不信任的 股價跌的 不是因為台積電 而是因為 你的台電 好 能源不穩 信心不穩 投資人今天 有多少比例是因為這個樣子 撐不住台積電股價 我就問 昨天晚上的這一場 即刻救援 是非常罕見 它變成媒體頭條 台積電都是什麼 別人先暫時擠電出來 拜託台積電 晶圓廠不能斷電 沒有 這是連你都要下來救了 對沒有錯 昨天台積電做了什麼 台積電呢 各位報告 包括呢 他除了有一些我們過去的這種 柴油發電 他還有所謂的 燃氣基礎 而且這些呢 他早就已經準備好 因應好 所以顯然 他對於電力可能的缺失 以及可能的跳電 可能缺電 有沒有防範 有 有防範 所以各位我們不要用嘴巴講 你用行動去看 台積電的行為已經跟你講 台灣到底缺不缺電 而他做了哪些什麼 比如說 過去原本呢 他們是用千酸電池 他現在把它全部改成 鋰鐵電池 因為這樣穩定性較高 而且不只是如此 各位我們剛才是不是講到天然氣 他現在也預計新廠會採購 天然氣的發電機組 也就是我們的氣渦輪 成本呢 至少多一倍 但是至少碳排放 會比較減少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台積電呢 一年所需要的用電量 可能高達200億度 那200億度的狀況下呢 你知道他有多少使用綠電嗎 他是盡量把它維持在能夠到達 一層左右的幅度 但事實上 你知道台電賣給他多少嗎 就只有4.5% 所以各位不要再怪台積電是 市電怪獸 因為台積電只拿了台電 4.5個 百分點在他自己 所用的電力裡面 所以換言之 台積電從頭到尾都是自給自足 而反而在這一次全台的缺電危機當中 鞠躬絕尾 過去 其實台積電真的有想過蓋電廠 而且蓋的不是天然氣蓋的是什麼 是太陽能光電 結果你看一下劉德英怎麼說的 劉德英說 這個東西 太複雜了 上面 一堆公公婆婆 一大堆 就是很多單位要去給你控管 你知道嗎 政府也有給你抗議 里長也要給你抗議 上下一堆人在你旁邊 他說我們沒辦法 因為實在碰到太多抗爭了 我乾脆 繼續跟人家買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19年的時候曾經傳出一個消息 也就是那時候位在屏東的地方說 不對 台積電好像要砸 600億元 蓋這種大型的這種光電電廠 結果後來甚至一度傳出說 連台唐在當中也有佔有土地 好像連台唐都要介入 不過後續台唐也否認相關的新聞 相關的消息 不過他們那時候在講 如果這個容量真的給他完成的話 可能123萬千瓦 發電量多少 15億度電 但是最後因為 一下環保層底說 你不能砍樹啊 一下又講說這個包括我們講中科擴廠的時候 他也是轉到南科去 都是因為環團的問題 導致台積電屢屢受挫 所以索性該計劃因此作罷 所以畫面當中我們一起看到這個鳥看圖 這個空拍圖 這個就是台積電 原本剛剛宇軒說到的這個場址 選定在這個地方 你剛剛一路講下來 我就看到了 從劉德英台積電 所有有地找到沒地 所有能找找到不能找 為什麼 靠自己最好 可是 他還是永遠沒辦法如願 找到能發電的地方啊 對沒有錯 我們要講一個重點 太陽能發電跟其他的發電系統 他有一個最大差別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需要非常大幅度的面積的土地 比如說我們講到這邊就好了 他就要1200公頃 請問一下台灣現在哪裡可以找到1200公頃的土地 找不到嘛 那台中那個時候為什麼說被迫要去砍樹 最後中科沒辦法被迫移到南科去 因為包括有居民就跳出來講啊 你這個砍樹影響我們攻擊品質 裡面有一些珍稀的植物 你這樣會影響到 就是因為這些因素 所以台積電寸土難求 所以各位你看張聰某曾經在2009年的時候 也有投資過 因為各位 找地 這個是設廠 在設廠之前你要先有技術 所以他那時候做什麼 我們投資這種薄膜的太陽能這種板 結果沒有想到他把所有的大量非常多的金錢 投入到帽底裡面 但是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根本沒有辦法獲利 而且第二件事情都還記得嗎 中國太陽能做什麼事情 大打傾銷散 歐洲是不是放了一堆太陽能板的墳場 而大陸 中國也放了一堆太陽能板 導致說這個已經完全沒有毛利率可言 加上土地上的自愛難行 最後 台積電放棄了 背後把帽底給賣掉 找到連Maurice 張忠謀都踢跌板 我們最後來看到 賴清德轉總統 前一陣子不知道的竹科 建了 半導體巨擘這些龍頭嗎 大家只提一個要求 可不可以讓我們 自蓋小型核電廠 政府有聽進去嗎 對所以你看 黃松仁有講這句話 不過我現在 反而比起黃松仁 我更在乎一個人叫做崇越 崇越的誰呢 就是郭志輝 郭志輝現在我們新的經濟部長 你看一下產業界的人 對於電力的看法是什麼 他說半導體能源不足 終究 需要核電 各位 終究需要核電 同志賢也自己說台積電 應該要打造這種 核融核電廠 但我跟各位報告 按照技術而言 包括比爾蓋茲也在想這件事情 大概核融核 還要等到20年後 所以就現行階段來講 到底台灣 應該要怎麼樣補足 這個電力缺口 核電或許是一個選項 或許我們可以把希望 放在未來的經濟部長 郭志輝身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今天 整個缺電危機在昨天發生 陷入了一個兩難 為什麼 你今天 火力發電要他發 他破管 水力發電要他發 他機組給你掛點 最後 水力發電找到了幾座水 哗啦哗啦沖下去 大家即刻就有 問題是 金平 現在痛在於 現在缺水也很嚴重 所以回過頭來 你就看到 台積電 自己吃電怪獸 都進入的即刻就有 不然你要給他黑嗎 台積電 也很缺水啊 就像你講到了一個問題盲點 現在 有可能面臨缺電危機 就找台積電 還有水力發電 用這兩個管道來 彌補這個狀況 但是這個窘境啊 你靠這兩個 他也是一個很不穩定 比如說台積電 剛剛講吃電怪獸 你知不知道他從4月開始 他要全國大擴廠 他不是只有積極在 德國美國日本他去擴廠設廠 包括他在這個高雄 南紫園區的二奈米廠 新竹科選區的寶山二奈米廠 都在兩座新建中啊 要不然就計劃蓋第三座啦 從4月開始裝機啊 還有南科先進風裝廠啊 還有包括中科 竹南嘉義 哈布朗湯全國從北中南 至少10座 10座 2奈米 還有先進風裝廠 然後接下來他進入 1奈米世代的相關的這個廠啊 他也要在擴廠 至少8到10座 今年就有10座 從晶圓到風裝 一直到下半年 一條龍下半年喔 我就問 我們一直都在當烏鴉 我們一直都在 不斷的扣問 台灣的水跟電的條件 養得起這麼多座的 台積電廠嗎 當然沒辦法 台灣我們是荒溪型的河川 然後你看看我們的水庫 水利專家李鴻源他就有警告 他有提到說 現在蘋果的供應鏈蘋果像這種全球的大廠 他也很重視除了碳足機之外 就是水足機 什麼是水足機 他要供應鏈 他要看你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配合廠商 你的這個水利 巴電夠不夠 你的水到不到位 那所以 李鴻源他就有提到 台積電你如果要去南部設廠的話 你就面臨水利的問題啊 你總不能到時候面臨要去抽地下水吧 那中南部就是抽地下水都很嚴重啦 然後而且中南部的水啊 90%以上 是因為颱風帶來 你看去年啊 這兩三年來颱風啊幾乎都是不是沒進來台灣 就是像去年颱風兩個 他從台灣的鵝卵比就這樣插邊過去 或是台灣的東部這樣 已經沒有進到整個台灣 你要帶來豐沛的水量 對於中北部 來說是非常 求水若渴 那更何況南部 南部是幸好是剛好插邊球 他的暴風圈有觸及所以南部的這個水庫有進水量 所以李鴻源才會講說 台積電你要到南部設廠的話 水是你很大的一個隱憂 好我剛跟大家報告說 為什麼我天天會看一張圖 就是這個圖啦 為什麼昨天會天人交戰 就因為這個圖天人交戰 為什麼 你看喔 69% 96% 你看到會安心 24% 後面全部是紅字 你能安心嗎 昨天為了捷克救援 水就這樣給他出去 就流下去了 看了心不痛 郡相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幾個24 22幾乎都是跌到三層以下 或是在三層左右徘徊 他就是我們的石門水庫寶山水庫 還有包括台中的石岡大壩 還有仁義潭嘉義的仁義潭 還有這個霧社 以及 白河 這六大水庫跟大壩 他的這個 蓄水率都跌到 三層以下 兩層上下 三層上下 尤其你剛給大家看了這個24.5 這是我們桃園石門水庫 24.5的蓄水率 剩下這麼少 我跟你講 2021年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遭逢百年大旱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2021年說什麼 這個會缺水囉 然後叫我們家家戶要準備蓄水 結水用水 背水 那我也買了兩三個水桶 那一年的4月14號 他的這個蓄水率 都比 我們現在24.5高 那一年的蓄水率是28.69 我跟你講 所以 現在石門水庫 他要蓋一個聯通館到新竹 拉了這個聯通館工程 這個聯通館工程兩次說明位 我都有去參加 在這個北區水資源局 就讓我們龍壇開 那我去那邊開了 聽了他們在講說 未來石門水庫這個聯通館 可以把石門水庫的這個 聯通館拉到新竹去之後 支援30萬度的水 去幫助台積電 像竹科這樣的一個 電廠去科技發展 但問題是 你知道我們石門水庫 年容量 這個水庫的容量 是3億噸 因為淤積的關係 我們會佔了三分之一 也就是只剩下2億噸 那兩億噸我們要支援桃園跟這個大台北 就是新北市 阪新水廠這些 那現在還要在北水南宋 石門水庫不夠 怎麼不夠 這就是我講的 還要打鍋 當然也是不夠 所以 桃園人還有新北 大新北地區的人 你們要注意 以後我們的這個30萬噸水 都要去幫助竹科 那石門水庫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 供水區一年需求還有8億噸 更不要說我們桃園新竹 有大量的這個農田灌溉的話 你要怎麼辦 天公佩啊 倒三天喔 問題是 我們來看氣象專家的 這樣子的一個預言 讓我們真的覺得 哇心非常的沉重 氣象專家賈欣欣他就有講說 在2018年的時候呢 這個6月 還開始我們台灣的煤雨劇 我們台灣煤雨劇氣象專家是指說 大概是 5月1號到5月20號左右 那如果煤雨劇遲來的話 會對於我們台灣的這種水資源管理 會面臨危機 所以當這個2018年我們這個煤雨劇到6月才來 那有可能今年會跟2018年一樣 甚至比他還晚的話 那颱風又不進來的話 那我們台灣真的又面臨一次缺水的問題了 你來看看這是什麼叫頭 今天520內閣新人士第3波的 內閣人士名單公佈 鎖定 財經內閣 結果同一個時間 股會雙殺 台股暴跌了547.18個月來 最大單日跌幅 今天推出的財經內閣名單當中 為什麼投資人不賞臉 就看一個人 經濟部長人選 郭智輝 他的從業集團半年前才被美國點名 幫華為蓋晶圓廠 王美華當時還嚴嚴要重罰 現在找他來掌管台灣半導體產業大方向 這是什麼邏輯啊 好 今天剛才有暴行的觀眾朋友 今天是第3波的內閣人士公佈 前兩波 每天都說這樣出到全波 這個這個這個 這一波的話 我的表情是這樣 嗯 這不是他們 我的表情是這樣 因為財經基本上對我來講 公佈的每個人我完全都不認識 因為我們是財經專業嘛 但是我要跟你講 為什麼表情是這樣 因為剛剛俊恩哥點到兩點 你的財經 經濟部長 是不是美國喜歡的人 還有現在你所公佈的這些 把蔡英文總統 時期的你說國安單位全留下 可是財經內閣通通換 通換 通通換 那不是 賴清德跟蔡總統的關係太好 要不然可能 大家就要打個問號 因為剛剛 蔡英文總統在我們錄影之前 突然在接見紐西蘭外賓的時候 我完全無法想像 他居然在會談的過程 證實了外交部長就是林佳龍 國安國民部長就是吳釗燮 等一下 他怎麼幫賴清德宣布這件事呢 我今天要去頒奧斯卡金像獎 巨蛋哥開直播講說 我還沒給頒獎 我知道的名單是什麼 就是羅旺哲斯最佳男主角 怎麼可以 觀眾朋友講說這有什麼 不是 有過嗎 你就告訴我 曾經有過 新任總統公佈未來總統的 格約名單嗎 沒有啊 從來沒有過 就算我已經知道了 我不小心講出來還要把那段剪掉 那就要把他公開講出來 所以呢 不是 蔡總統跟賴總統當選的感情太好 同樣 意思是這樣 要不然的話 觀眾朋友 電視突然好像裂開 閃電的畫面就出來了 蔡賴之間的蔡歸賴可能不完全隨 就可能要注意了 所以回到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你的財經內閣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經濟部長是郭智輝 國發會主委是劉晉清 國歌會主委是吳承文 經營管會主委是彭晉龍 術發部長唐鳳也沒有了 叫黃彥南 觀眾朋友 這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新聞界相對陌生 因為他們不是以前常常可以看到的名單 那他 今天報紙不是在寫嗎 說相關的這些財經部會可能有的會留任 今天所公布的通通都沒有新 都是新人 好觀眾朋友 那剛剛俊恩哥講的今天台股怎麼樣 今天台股大屠殺 盤中一度是下殺600點 就已經沒有2萬點了 那是怎麼回事呢 那來你看 這個人叫做 郭智輝 從今天開始 我們幫新聞觀眾朋友你要認識他 我也從今天開始認識他 因為我完全不認識他 他是什麼 他是從業集團 的這個董事長 那他是半導體大廠喔 他身價是這個 好幾百 是好幾百億還是多少 反正就是身價驚人 但重點來了 從月 郭智輝 你都沒有辦法連結 從月是什麼 從月就是之前 彭博社點名啊 幫忙華為社晶片廠的其中一家 這個有點怪耶 不是 這是很怪的是 抗中保台 當然從半導體戰爭開始啊 來我把他倒過來講 如果今天先公佈是郭智輝 然後媒體 說從月其實幫過華為 這是事後講嘛 但是這個東西 觀眾朋友都看過對不對 美國的彭博社早就點名了 美國的商業部 對於我們台灣幾個場 你是不是有協助這個大陸的華為 都已經出了新聞之後 從月現在被拉上來當經濟部部長 所以整個台灣所有的半導體以後由經濟部部長 郭智輝來領軍 所以大家才會解讀說 這是不是 找一個 美國不信任的 經濟部長 來棄美國 這個就是觀察點了 所以我不能直接把他解讀說 因為這樣所以今天台股下沙 可是今天台股下沙是事實 倒回來看 新的財經內閣 賴智章總統當選人 他手起刀落 他所推出的這盤大菜 所有的財經閣員 能不能讓我們的 這個包含投資人 跟相關的產業 能有信心 好我們今天尾翰一開場 哇原來 今天 這幾位站在這裡 讓大家 這麼陌生 其中 找出了這個經濟部長 背後水 這麼深 你剛剛埋了一個懸念 到底 蔡 賴 兩個人 是好到超乎我們想像 還是接下來會出現閃電的符號 另外一個觀察指標會是什麼 國安團隊 對所以 不是我跟他兄弟的 可能會怪怪 那觀眾朋友這個東西是我內行的 因為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大家在討論 賴慶的520總統 就職典禮 還有婉宴 婉宴在台南 他到底多少外賓 我今天結婚 你是請三十多還是五十多 老公說一百多 百多 看你人很好 人很好嘛 所以他全世界各國外賓都來嘛 所以外賓 人數是個指標 很清楚對不對 好 那這一次 賴總統當選的520就職典禮的 他的外賓會有多少人呢 報紙先寫了 衝上去 衝上去 八百人啦 八百個人 對不對 八百外賓不是八百壯士喔 結果馬上外交部長 吳釗倩他還是外交部長 他已經剛剛這個 那個蔡總偉已經說他是國王會秘書長對不對 他即將當國王秘書長 他現在是外交部嘛 那你的超時現在目前 外交部辦得怎麼樣 立法委員問他 他說 報告委員 我們大概是外賓是四百個人 一半而已啊 所以你可以 爆派八百 叫你說四百 這為什麼要讓他進行 突然來了八百人進行講四百 高不高興 我不知道 為什麼會是八百 俊翔哥 為什麼爆派會講八百 外傳八百 蔡英文 因為馬英九跟蔡英文 他們第一任 2008跟2016的外賓都是七百人 所以七百人 輸輸輸 你七百人 賴清翔哥給一百人 所以變八百嘛 但是問題是如果是四百的話 那就比馬英九跟蔡英文的七百人還更少了 觀眾朋友再講第二個 為什麼馬英九是七百 蔡英文也是七百 因為其實外交部 他能夠接待外賓的那個能量 大概是這樣 我們能請到的貴賓 也就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如果以往都有七百 這一次卻是四百的話 那是比較少喔 所以這是關鍵點 第二個 你要看到 現在這個蔡總統居然意外的公佈了 外交部長 是林佳龍 然後呢 國安會民主黨是吳釗介 情況之下的時候 這個顧麗雄也講了這麼久了 可是 還沒有正式宣佈 但是顧麗雄跟邱國鎮同台的畫面 現場是誰 還是蔡總統 所以我才講嘛 今天突然出了一個 大家都沒有討論過的話題就是 蔡英文總統跟賴清德總統當權 他們兩個到底是好到不分彼此 還是有一點點說 你不要忘記現在 還是我在當總統啊 我所任命的人 其實都是我的人 你不要用沒關係 像是誰 黃曙光 觀眾朋友 黃曙光是 這個 潛艦小組的召集人 這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可以跟大家講 李登輝前總統 實在就開始了 我們要做潛艦 我們要做國軍的一些相關的重大計劃 會有個召集人 那這個小組召集人 俊強哥很簡單 直接只屬於總統本人 他是跨過國 他是跨過國部的 他可以直接跟總統報告 所以設下了潛艦小組召集人是黃曙光 那我們想要弄幾艘潛艦 八艘 目前第一艘海昆 後面還有七艘 但是黃曙光突然 他也宣布說 這外傳啊 他不是本人跟大家講 他說 我這個潛艦小組召集人 我辭掉了 然後我國安會現在目前是資訊委員 我也辭掉了 他為什麼要辭掉 這太敏感了 因為一朝天子一朝城啊 你是蔡英文人啊 可是賴清德不是說我其實要一起打包座嗎 那我剛剛不是跟你講了嗎 今天才突然發現怎麼怪怪的 怎麼蔡英文會幫賴清德宣布這個外交部長國安會的諮詢 對不對 國安會的秘書長 然後呢黃曙光 當然這是外傳他請辭啦 他本人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他的詞話代表什麼 代表雖然我是國造潛艦的主持人 對 但是我是蔡英文的人 蔡英文不當總統以後 我也打包座走人 這會有問題喔 第二個 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在裡面這麼多人對不對 他其實 其實占其中一位而已他可以不要離開的 但如果真的雙辭就代表什麼 代表 可能一 是他不想幫賴清德做事 二 是賴清德根本不要找他做事 賴清德有自己的人 那以後怎麼辦 以後國造潛艦也不會終止 可是呢就會直接轉到國防部 轉到參謀總長再去對總統負責 就不是黃曙光了 還有一個人在這一次連續三播的 520內閣新人士的發佈當中 我們特別要關注 沒上台的 更有新聞性 鄭文燦 兩個重要的人 林佳龍 鄭文燦 林佳龍後來上車了 外交部長 可是鄭文燦到現在為止 還找不到車 看來他也不想上了 那觀眾朋友我們就等最後的結果 如果 完全沒有任何安排 又或者是外傳說你要去擋黨的秘書長 你又不要去的話 那麼真的 觀眾朋友鄭文燦就只剩一條路了 陳建仁也被大家問 為什麼你的副院長沒有 他也沒有出席 他就說我們尊重安排 如果真的沒有任何的職位 可以讓鄭文燦去做的話 居然很簡單 就一件事 2026的新北市長 或桃園市長 任何一個職家市長 就是鄭文燦唯一的路了 那當然現在 蘇巧跟余天兩個人都衝出來 要選新北市的民進黨部的主委 本來覺得主委沒那麼重要 後來發現 這個主委會提名 2026的新北市長人選 所以滑頭 蘇巧會有意思要選 余天講說 我們政國會什麼人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要為政國會留下 一線香火 我要去拼 新北市的民進黨的 主任委員 來王哲你怎麼看 今天這個人事 第三波人事 大家覺得比較沒什麼亮點 反而現在有亮點是什麼 下午蔡總統突然 有媒體說是縮溜嘴 突然公佈林佳龍 跟吳釗燮這個名單 看起來我個人認為 蔡總統不太會像是縮溜嘴的人 他作風其實平常都蠻謹慎 那 這波新聞就蓋掉了 早上的那波 第三波的人事消息 那現在大家討論說 為什麼蔡總統會這麼罕見的 由先任總統來幫未來的總統來公佈所謂的人事命令 這是大家很好奇 好奇的地方 那我個人認為 其實 坦白講 那顯然是蔡總統在520之後要繼續發揮他在 國安外交 國防上的影響力 那顯見 包括像華爾街日報也寫 他說 這個 賴清德的國安團隊是讓美國白宮最放心的 其實沒有什麼賴清德的國安團隊 就是蔡總統的國安團隊 因為這些人都是他一手點名出來的人 那現在坦白講 他畫了一道線之後大家很清楚看到 這幾波民進黨的這些不滿意度或是什麼之類的 通通不是在外交股房上面 通常都在內政的裡面 包括經濟啦 或是書發部所謂的不滿 所以導致所謂內閣的滿意度偏低 但是問題是 現在蔡總統畫出這條線之後 接下來 包括林佳龍跟這個吳兆憲 是不是等於就是這個蔡總統的人嗎 當然是啊 所以未來如果在外交上有加分會加到誰身上 蔡總統身上 而不會加到賴清德身上 所以簡單來講一句話 520之後蔡總統還是那位 辣台妹 宇軒怎麼看 今天公佈了第三波的 520 新內閣人士名單 鎖定財經內閣 就這邊給你股會 大逃殺 真太不給面子了 到底股市大逃殺 他的理由 是跟這些財政部長 經濟部長 相關的這種 任命 還是說是因為我們剛才聊到的 缺電問題 我打算一個問號 首先郭志輝這個人有意思 因為各位半導體廠有很多種 但郭志輝的這種崇月他的形象比較像是那種整合行銷商你知道嗎 就是說幫人家代理的而且他最大的客戶是台積電嘛 他包括他除了之外他原本還有性樂化學 就是說做一些相關的化學製品包括石墨等等的 所以他的產品是很多元的 但為什麼各位我要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就是說當你產品多元的時候代表 他了解整個產業運作的脈絡 他並不是說我今天是專門做封裝的 我做IC設計的 或者是我做半導體晶圓的 他不是專門for哪一塊 他很了解是整個產業的一個面貌 包括他甚至他也去賣魚 他連魚都賣了 這個叫 多才多藝 所以這個情況之外下 其實我覺得他是賴清德在傳遞一個訊號 這個訊號不一定能得成真 但他至少是一個訊號是說 未來真的是要往AI內閣 為AI方向去做產業經濟上的發展 因為這跟我們前面看到的人事任命就很大的差別 前面看到的是什麼卓榮泰 包括我們講能分的分行政院長 包括我們講的 除了說這批名單 唯一你講可以讓股市下跌的因素 我大概看到只有陳經德 結果沒有列上去 就陳經德而已 陳經德是因為乘舉的因素 一個人可以讓股市下跌 大舉為重 大舉為重 不要在意那麼多 這個600點而已 還好開玩笑 但是開玩笑 但是我想這個情況 我是對於賴清德說 至少這個方向正確了 因為比起各位我們兩個條路選 你要選前瞻基礎建設 然後這邊蓋新軌 然後弄下水道 亂七八糟 還是說這個 至少懂半導體的人來弄 不是民進黨的 我就歐彌陀佛 我就嘎債了 但是反而有另外一個消息更有趣 今天顧力雄實習那個另當別論 潛艦國造是不是賴清德講說他最重要的目標任務 七艘嘛 對 七艘把他蓋完嘛 就竟然各 第一艘花了多少錢 530億 他說你不能講530億 張宇軒亂講 我們只花了200多億 他把廠房的 錢 設備的錢 武器的錢 全部刮掉 大概200多億 那是時候問題來啦 廠房蓋好了 設備蓋好了 軍火蓋好了 接下來一艘要400億啊 你是開我什麼玩笑啊 七艘2800億 越蓋越貴啊 通篷 通篷嘛 你這樣算的 那通貨膨炸 那不行 經濟部長要下台 然後換經濟部長 通篷沒空之好 所以我跟各位講啦 黃樹光鐵倒了嘛 因為 他是放出說2800億這個消息之後 馬上黃樹光就說他要請辭 甚至他請辭完之後你知道他還做什麼動作嗎 他還去告五子家 所以我跟各位講 黃樹光玩玩的 沒戲唱了 他過去在蔡政府任內 他得到小英的寵愛 他可以擔任潛艦國造的角色 但如今他釋放出來的訊號很單純 就是賴清德沒有要再用黃曙光這個人 賴清德顯然要用自己人 用陳菊的人也不用你的人 陳菊那邊也有人 那這個情況的狀況下 黃曙光知道自己要下台的時候 他得要做一個動作是什麼 做一個哭聲是什麼 他想要華麗轉身嘛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我是清白的 我做得很好 我絕對不是因為胡搞瞎搞 所以才被換下來 所以我要告吳子佳 所以當我看到黃曙光 告吳子佳的時刻 我就知道了 好 那你肯定走定了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當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這是認同的 1 3 2 4 感谢观看